Hello 大家好 我是彥廷 周彥廷 剛剛推出了一首歌叫Louda 當中很多元素 尤其是歌詞的部分 都是放了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例如第一句 口袋中放了拍字簿 其實就是我當年剛剛來到香港 然後我就拿了一些展示 逐間唱片公司去敲門 希望可以得到一個機會 去把我的音樂帶給大家 當中Louda在歌詞中慢慢說的故事 就是你慢慢會發覺 今代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世界 是否需要一些博出位 還是一些嘩眾取寵 一些類似這樣的東西 才可以令人注視你做的事 如果是這樣 一群默默耕運的人 一群不斷努力的人 他們是否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其實Louda這首歌 就是想跟那群人說 我們的經歷都一樣 而我聽到你的聲音 希望去到有朝一日 我們的聲音會被更多人聽到 面對負評就一定 尤其是在網絡世界中 是更加容易的 因為罵你的人不需要站出來 其實你要真真正正看著一個人 然後罵他 是難很多的 但如果你站在一個屏幕後面 你又不用擺真樣 又不用擺真名 突然間你就可以拿你真正 最黑暗的一面出來 可能你當日是一個很差的一天 你想洩憤在他身上 你其實就會把你所有的不好的東西 合在他身上 我覺得作為工作人物 我自己就覺得 人家不一定要喜歡你 所以我覺得是很OK的 你喜歡吃辣 我不喜歡吃辣 沒有問題 你就去吃下一間 我亦不覺得你一定要喜歡我 想你更改善 還是想攻擊你 這就是關鍵 因為很多時候是故意攻擊你 令你不舒服 但如果他說這樣可以做得好些 或者怎樣怎樣 是以一個合理的 constructive criticism 去給評語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絕對是喜歡這類型的曲風 其實這次的genre是比較trap 其實香港流行曲 通常我們都會走比較抒情 例如意外現場 或者遲料悔改 但我自己覺得 在我的音樂的repertoire裏 我希望可以嘗試到不同的東西 例如以前有Killer 原來是小姐你可以funk 去到這次louder 又再不同的東西 一種聲音 我覺得才會令到大家 感覺到 張庭的touch 張庭的taste 他喜歡的音樂 他想帶出來的是什麼 當然有些人會緊守一門手藝 我比較喜歡去試不同的東西 擅長 舒晴的慢歌 還是跳舞快歌 我希望可以說到我兩個都擅長 但這就要靠觀眾的評語 看看大家會否給我一些負評 或者一些正評 我真心希望兩個都做到 我希望是一個complete performer 如果去到一個show 一個concert 可以把一個很完整的表演 讓大家感受到當中 起承轉合是怎樣 build up 所以我希望是一個 兩邊都擅長 我覺得這次拍MV最大的挑戰 是當中的精準度 因為其實每一次 尤其是我現在都會 希望把MV簡單化 為什麼要簡單化 因為我希望觀眾可以把 Visual其實是輔助的音樂 可以看到音樂是什麼 當然有一些MV 我以前也拍過 我會遇到一些比較劇情 但我會覺得 那些可能適合抒情歌曲 去到一個trap的歌 但我又不是跳舞 我怎樣呈現這個手法 這個節奏給大家看到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用燈光 因為其實這次的處理 在一首三分多鐘的歌裡面 我是有三百多條Q 每一分鐘是有百多條 每一個bass 每一個snare 其實我都跟燈光師一起去work on 究竟要以一個什麼燈光的力度 什麼燈光的顏色 什麼燈光的速度 去呈現那個arrangement出來 所以其實大家經常說 那些編曲很棒 那些編曲是怎樣 其實我這次就是把編曲 把它變成一個視覺的效果 會有少少像一些 如果大家去看EDM的show 它的燈光 怎樣ride整個performance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挑戰 因為是用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但真的站在那裡 每一條Q這樣遮 我想總共有兩個星期 怎樣以一個人去支撐整個表演 我覺得首先你的拍攝手法 你怎樣把focus凝聚在表演者身上 而我當無論是意外現場 雖然它是一剔 亦是有一個爆炸 但它當中的處理 其實我是不斷帶動觀眾 究竟這個人去哪裡 這個人想做什麼 這就是一個很底層的問題 直到最後就是 有一個這樣的爆炸 代表了他的心情 在My Everything裡面 其實就是一艘很真摯的謊白 最簡單的就是 在一個很遼闊的地方 最簡單的裝束 然後最靚 最自然的環境光 這就是他帶出來的東西 而去到這次我利用燈光 將全部的目光注視在表演者上 表演者要執行的東西 或者要帶出來的就是 它是完全融入了表演中 除了唱之外 你的身體 你的姿態 你的面部表情 你所有東西都是表演的一部份 對於自編自導自演的情況 如何分身 我只可以稱為精神分裂 因為其實是真的精神分裂的 因為你在構思中 構思中 你是以第三身去想 會發生什麼事 畫面是怎樣 演的人不是我 我是構思中 去到當場 我看到整個環境 我就當一個藝人在那裡準備 我就不記得有藝人 我就說 OK 待會我們怎樣 我們的Q是會怎樣 我們燈光再調高一點 設定了整個場之後 我一走到過了那道門 我就要轉換了 我就不記得後面是怎樣 我沒有理會 我就現在裝身準備 我要怎樣呈現我的演繹 我就想一去到完成這個部分 而外面的準備也搞定 我就出去 那一刻就是把兩個精神分裂 融為一體 這就是一個很會浪費精神的東西 因為當你在表演的時候 你藝人自己覺得這個是對的 因為覺得對才會這樣做 去到一完結 我們看螢幕 然後就 嗯 以導演的身份 我覺得這個藝人有這個位置 可以做得更好 那裡面就在那裡打架了 但是藝人說 不是 我覺得這樣是可以的 他說不是這樣 其實是多了 那你就在那裡爭取 然後這就是一個很精神分裂的 conversation 那最後怎樣拿到這個compromise 這個導演和這個藝人 我都不知道 但是通常去到那一下 我看到的時候 就會有第三把聲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那一刻 那個藝人和導演 都會 嗯 好 那你聽你的 怎樣看別人叫YT大哥 其實我覺得很尷尬 因為其實呢 做得大哥的話 或者別人要叫你大哥 你就要成為大哥的 或者你要有大哥的責任 怎樣才真真成為大哥呢 就是我都希望有這一天 我可以到達一個大哥的位置 而我每一天都在那裡 希望可以進步 而去到大家覺得 嗯 他真是大哥 那這個我不知道這一刻 是去到一個什麼點 我只可以向前去進步 但是對於網民 或者一些YouTube平台 說YT大哥 我非常之欣賞 我非常非常之欣賞 可能因為我年長過他們 一些 可能在當兵 或者一些不同的人生經歷 我也很慶幸地感受到 這些不同的東西 而我很喜歡 跟他們分享 我覺得不是大哥 我覺得是一個哥哥 可能大哥比較順口 因為你說YT哥哥就很難讀 但我希望以一個哥哥的方式 去跟他們一起去成長 所以你說如果有什麼 想跟這群網民說 因為我發覺很多都是大學生 和中學生 在你這一刻 就算去到我這一刻 其實我們都會有彷徨的時候 都會有擔心的時候 都會有uncertain的時候 而這件事 是一輩子都不會離開的 因為每一次當你成長的時候 你都在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而這件事是會令到你 沒有那麼自在 但我不可以跟你說 不要害怕 不會不害怕 是一定會害怕 但我會想跟你說 你要有勇氣 你有勇氣去面對恐懼 從那一刻起 當你擁有勇氣 到時我們再見面的時候 你會說 我有做到了 YT哥哥